我们的主人在清朝时期是专门上战场打仗人 所以他为了保护整栋宅院 就在门板上画上了门绳 就是要保护整个邻家人的安全 他们两个还很厉害的是眼睛会动 我们叫他四方眼或者是活目 他有一个画国好朋友 他叫蒙娜丽莎 眼睛画法是一样的 我为了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 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 你能看到在台湾的传统建设计 只有在城堡 所以能够找到一个大约的东西 而且是专门的 我们有时间了 我们来到这个历史建设计我听到的 这个在烏封建设计吗 是的 我听到它是一个家庭的家庭在台湾 他们有很多努力去保护它 它现在是一位最保护的 秦级建设计建设计在台湾 在 Brazil有很多古建设计吗 是的 我们的旅客历史建设计 我们身体有500年纪印尽 所以我们 have很多建设计建设计 所以500年纪印尽在台湾 台湾是是也个想法的 如果天后还来到台湾 500年纪印尽 是有趣的 因为当我到台北 你会出现 hurricane机 也可以走到古链出 你会看到一种古墓的建筑 我一直在问一下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整个建筑的建筑 还在这里 其实有一个地方 我认为是在林家里面 你确实是开放到公司 因为 Michelle前面她来到 她的地方 我可以读 谢谢 你可以读 我相信你 它是开放 它是开放 所以我们去 那边可以读书 我们可以读书 我们可以读书 我认为你是指导 对 有时候有些人想休息 你好 不好意思 我们愉悦了 但是有点迟到 拍摄 我愉悦导览 谢谢 等住的话三位一样没有变 对不对 那我们待会一起出发 到园区 那我带三位逛逛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的话名字叫做婉婷 婉婷 婉婷 你们中文说得好好 还可以 还可以 再等会很久了 那我们要做很难的题目给你们 可以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 颜色很漂亮 很漂亮 很美的 好复古 像我们这边 你们看到门口的柱子 墙面都是图黑色的 对 但外面看不到 是 为什么呢 我们的主人 在清朝时期 是专门上战场打仗人 然后她有单关 所以当时候她的房子颜色呢 就可以按照她的关阶 有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你以前看到房子 你就知道她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点位 对 她的关多大 那以前的话就是分一品到九品 每个颜色都不一样 不错 对 九品是最高吗 一品是最高 一品是皇帝吗 在上面的话才是皇帝 所以皇帝上面的话有九品 对 所以既品它是多大的 它的话是当到一品 当到了一品 所以它是最大的 然后我们有一二三个门 对 到底要怎么进去 那个当然要换我问你们 我应该会猜是右边 因为我去庙里拜拜 都是中右边进去的 好 我觉得神明有一个循环 是从左到右 左到右 所以就从左到右 好 要公布答案了 好 如果像我们去台湾的庙里里面 拜拜的话 中间就是给神明有的 对 对 庙里就不行中间进去 那像我们这边的中间 也是一样的 在那个时候 如果他们要办婚礼 商礼才会开中间的门 对 可能是主人从战场上回家 要好好迎接他开中间的门 对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走动呢 就是从我们两侧的门进去 因为你刚刚说 这个门是右边 嗯 然后他说要从左边进去 所以说的是这个门 那以后啊 参观这样子的老房子 对 我们要先跟房子同一个坐下 我们要背着房子 往前看过去 所以背 背房在这边 左轻龙 右白虎 所以我们同意讲讲的话 这边是龙边 这边是虎边 好 所以身有种法就是 右边 所以我的 其实我的方向是对的 对的 对 我的裸体也是对的 对的 因为我们说龙边进 虎边出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消灾解恶 趋吉祥 可以把坏的运气拿掉 好的运气放到身上 好 那你进去 你进那里进去 你去 没有没有 他要轻功飞 不要了 不要了 对 好 我们这边走 好 那我们这边 我们的门槛高度比较高 我们要往这边看 我带大家来看 两位很厉害的 门槛越高就是 地位越高吗 对 有人这样子的标 我们这边 来看一下 我们家的两位男明星 对 很高的门 真的蛮高的 大家很气派 那一般来说的话 庙宇里面才会有门神 那为什么我们家也有呢 因为这个人 住在这里的人 很有英雄力 就是跟神一样 我觉得就为了保护祖先 这个比较接近答案 对 那主要的话 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的祖人是去打仗的 然后回到这个家里面之后 还是要工作 对 所以他为了保护整栋宅院 希望不好的恶灵 坏东西 不要进到里面 所以我们就在门板上 画上了门神 就是要保护整个邻家人的安全 然后他们两个还很厉害的是 眼睛会动 真的 眼睛会动 我们用我们的眼睛 看着他的眼睛 然后四处走动 对 对 我们叫他四方眼 或者是活目 对 真的 放动 对 真的 还有一个法国好朋友 在罗普公里 对 他叫蒙娜丽莎 眼睛画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话 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好 我们再往这边请 来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要看的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愿意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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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谨认 我们就应该是 知道 然后你怎么能去 这些古兴建策 来到台湾 有吗 那边 有 哪里 真的 哪里 最后对称 最后对称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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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们的眼睛都是看着屋子里面的 对耶 好可爱 这个就叫开门见福 开门见福 好戏机 大家都想到这些小戏机 每天打开门就会迎接好的福气 好 那我们来猜猜看哪一只是公的 哪一只是母的 所以这个就是左边 这个是右边对不对 所以哪一只是公 这一只是母 这一只是母 好酷 我学会了 所以下次去庙宇里面 看是狮子 也可以这样试试看 好漂亮 好大 但是有点可惜我们少了一排房子 哪里 所以本来这边有房子 哪里有房子 你说这边 这边 这一排 这个空间 这边是五 这边少了四 1935年中洲大地震的时候 这边的房子会顺的 天啊 现在的话因为资料照片不齐全 所以没有把它再盖回来 好可惜 好大喔 哇 哇 哇 好大 哇 哇 哇 员 这就是我们的衣服都需要衣服 现在我记得,80%的林家建立了在1999日的爆发 通过共同的政府,学生和传统的林家 他们能够重新建立和重新建立这地方 最终的房子叫大花坑 我们的中国有很多的亩材吗? 是的 对,股单上针富贵都是赚大钱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要大花坑 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空间 对啊,它是空的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 其实这个跟表演有关系 因为我们以前嘛,器台上是表演的地方 没有麦克风 可是它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全都听到声音 所以它就在里面放水缸,大概装拌满的水量 然后声音就会变大声 好聪明 很聪明 回去可以试试看 旁边的话呢,会看到有我们的吉祥物 桃眼石 然后眼睛呢,是模仿桃子的形状 好可爱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招好桃花、好人缘 它的嘴巴呢,有舌头是莲花的造型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舌颤莲花 很会讲话 很好的沟通能力 还有哦 我们这边刚刚讲牡丹花是赚钱 它这边就放了很多的片子 就是赚钱 都是赚钱的意思 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的下巴 以前呢,有一个叫做独意 就是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一切独意事事顺心 它是真正的 它是真正的 有多意思 有每个 detail 他们也有贴了 他们也贴了 其他人或是家人 或是离了 这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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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屋子 带了 这屋子 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现在还是认为是一个广市 好 下来 下来 我的朋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漂亮的风景都给三位了 拜拜 谢谢 我说 这真有趣 你听到这种声音很静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我们可以享受 像是我们把我们回到未来的车子 走到未来的车子 我们感觉到皇后的感觉 我仍然感觉到这种感觉 aha 貴 直试 是个正好 他俩追求俘ists 他飙升了 他俩习的技术 他需要什么色 帝王爱在这梦里里只能打开 谢谢 谢谢 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分享这个地方 是因为 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 所有的传统的建筑 你能看到在台湾 只有在城堡 所以我能找到一个大厚的厚度 很清晰 而且是区别的 这就是不认识的 它们是很豐富的 对吗? 在那天 我认为它更有趣是因为它们仍然认为它是重要的 要认为这里的取消货值的人 他们就不在招待他们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都是有些富有的地方 他们就与他们的东西 有些富有的富有富有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只有一些部分 但是他们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 他们能享受他们的地方 我们可以交给大家的地方 欢迎来到来这里 因为这就是事情你应该看到 当你迟出来了 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